哈囉!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2016年的另外一個秋天的妝容 那跟上個禮拜有什麼不同呢? 我上個禮拜也發了一個秋季的妝容 那上個禮拜的是比較偏乾燥玫瑰色 還有一個裝紅色系 就是紅色系為主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一個比較偏橘色系的妝容 包括我今天擦了口紅啊 然後還有腮紅眼影都是用橘色系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因為我今天想要把我的影片壓縮在5分鐘之內 Hopefully 就是比較短一點 眉毛跟底妝我就直接挑過了 今天就直接從眼妝開始 那就這樣囉! 剛剛忘了說這次使用的打亮產品跟上次的不一樣 這次使用的colourpop lunch money 直立借在粉狀以及膏狀之間 用手指在鼻樑上唇下巴還有唇骨製造立體感 再用我的beauty blender blend everything out 如果跟我一樣覺得臉型不夠立體的話 腮紅可以從笑肌慢慢的延伸到太陽穴來增加自然的立體度 如果有常在看我的影片的話應該都知道我是修容狂人 我現在在笑肌下面打上陰影 這是我最近自己發明的 我想要讓我的眼妝看起來溫暖一點 所以用了霧面棕色上在整個半圓形的眼皮上 為了保持眼妝平衡度把一些顏色帶到下眼睛 接下來使用的眼影是今年秋冬最紅的Tura Cotta Tattoo色 我把這顏色大量的使用在眼皮後半段 到目前為止說使用的眼影都是濕容或是霧面的質地 那我就上一點金屬光在眼皮正中間 紙上前色眼影會讓眼睛感覺泡泡的 所以就當然要用深色來描繪眼睛的輪廓囉 那我的Blending Blush把深色慢慢暈染開 不要有任何尖銳的線條 用一支比較扁的筆刷 把剛剛的深色眼影暈染到下睫毛根部 今天的眼線我想要畫一個上陽的眼線 我大概都是從睫毛的後半處開始畫 然後呢畫完另外一支眼釘之後再慢慢的延伸到眼頭 下眼線呢我是用眼線筆畫在眼尾大約三分之一的地方 用剛剛同一支眼影筆 把剛剛的下眼線稍微的暈染開 讓它的線條不要看起來那麼銳利 在夾睫毛以前我通常會用吹風機 所以你把睫毛夾催熱之後 睫毛比較好定型 這支唇膏是我最近的新歡 它的顏色就是大約是一個比較淡調的珠紅色 然後它的質地呢是因為是霧面的 所以看起來比較不會像是正珠紅會有那個俗眼感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妝容示範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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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